我們看例子3 它已知根號2它是有理數 要你證明說3加根號2也是無理數 我們看第一個 我用反正法 我假設3加根號2 它是有理數 假設是R 假設這個是有理數 那這樣的話 根號2就變成是有理數 R-3 因為3是有理數 那R是有理數 剛剛我們假設 那一減這兩個有理數的話 因為有理數它的試則運算具有封閉性 所以這個就屬於Q 那就矛盾了 所以這個不會是有理數 這一定是無理數 再來看第二個 就是矛盾 再來看第二個 第二個 我也用反正法 我假設根號2加根號3 它是有理數 這是假設的 要證明它是矛盾 所以我的假設是錯的 證明這個R是無理數 好 那我現在 我把根號3 把根號2丟過去 R-根號2 然後代表平方 平方就變成多少 3等於 R-根號2 的平方 那就等於R平方 那因為我假設是有理數 所以R平方也是有理數 減掉兩倍的R 乘以根號2 再加上多少 加上2 那我把有理數通通丟過去 就變成3-21 1-R平方 在除以後才 -2-R 這等於更加2 那因為R平方 我假設R是有理數 所以這也是有理數 那這整個是有理數 這也是有理數 一除也行 所以這個是有理數 所以這是矛盾 所以我們剛才的假設是錯的 所以R不能是有理數 所以R是無理數 再我們看第三個 第三個的話 我一樣用反正法 我的假設 這個是有理數 我假設它是有理數 然後得出矛盾 那這樣子 我跟號3 三次方就等到R間 跟號2 然後兩邊把他什麼 把他取三次方 然後 3就等於R-更號2的三次方 就等於R三次方 然後減掉3倍的R平方更號2 再加3倍的R再乘更號2平方2 然後 這兩個就合併了 合併以後 然後把這兩個 或是把這兩個移過去 變成3R平方加2 乘更號2 乘更號2 等於是這個 減到這個 就是6R-3 所以就得到更號2 等於3R平方加2 分之6R-3 那因為R假設它是有理數 所以這些通通是有理數 所以一除的話也是有理數 屬於Q 矛盾 因為跟號2 已知是無理數 這是矛盾 所以這樣就得正了 所以我們這個假設是錯的 我們假設它是有理數的話 得到跟號2是有理數 所以這是無理數